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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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西岩城墙景区金钥尔专员001号讲解员 我们很高兴啊 我们的哈萨克斯坦的朋友 还有我们漂亮主持人能够历临我们西岩城墙永宁门 欢迎你们 谢谢 好 那老师我们现在开始出发讲解 好 我们穿过南门的吊桥 忽城河 现在进入这个是南门的闸楼 控制忽城河起落以及这个闸门升降的就是这个闸楼 所以这个闸楼闸就是开关的意思 这是城墙第一道城 进了闸门 进来这个区域叫做 古代叫它杨马城 你在上方那个高大的建筑就是南门的箭楼 距地面32米 古代打仗如果我们是敌军 攻到这儿可能就被射成刺猬了 因为你看它向外开有66孔箭窗 打开这些箭窗四面放箭 就可以射杀敌人 形成一个万箭齐发之势 所以这个建楼的防御体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一下这位老师 咱们这个城墙有几年的历史 西安城墙是奠基于1400多年前隋唐长安的皇城城墙 后经600多年前明代初期拓建而成的 所以西安城墙从隋唐开算 公元582年到今天有1400多年历史 那明朝只是在其皇城基础上 向东向北进行拓修延续下来 也有600多年历史 所以西安城墙相当于隋唐建了一层楼 到了明代加盖成了二层楼 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五城墙 老师我们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城市的沙盘模型 对 这个模型城市不绝 很荣幸啊 这个模型是17年时候我参与做的 所以我对这个模型还是比较了解的 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我们看一看啊 这幅模型是按照 一比五百的比例缩小的一个唐代长安城的沙盘 唐朝的都城长安就是我们眼前我们脚下所处的这个地方 长安城面积很大达84平方公里 是东方第一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 人口高达一百多万 整个城市东西十四条大街 南北十一条大街纵红交错 将这个城市分做了一百零八方 每个方就是一个小方块 里边呢相当于一个大的社区 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可以在这个里边居住 那么长安城是以这个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 往西边叫长安县往东边叫万年县 合起来寓长安万年 好 谢谢老师为我们精彩的讲解 恩典同学 我们其实线上还有两位特别的嘉宾在等待加入我们 他们将和我们一起云游西安 让我们欢迎一下他们吧 您好 您好 哈喽 大家好 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马林同学和我们的安胡塞先生 你们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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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安胡塞先生可以请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第一个是用这遥远的地方能看到这些西岸 能看到城墙 能看到象堂 很高兴 感觉回到故乡 感觉回到长岸 对 安胡塞先生 您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吗 对对对 我 bounced back puisquill 有几万人 有区八万人 到上岸有区规创 现在有 ajuda 人 convey到障害 实际上就是加萨克斯坦的陕西村 ок 留 wolf 马林同学您也可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大家好 我是马林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 我是第一次来中国是2011年 然后就学了两年语言 就转到陕西中央大学 现在已经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 是这样 那看来你们都已经很久没有到西安来了 可以认出来我和恩典现在所占的位置 是西安城墙的正中央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城墙的北边 恩典您可以看到 可以告诉他们 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景点是哪里吗 钟楼 钟楼 你们有去过钟楼吗 对 钟楼对影响很深 对这些 是西安的一个标志吗 其实在钟楼的西边 那边离钟楼不远就是回民街了 回民街值得 对 回民街就会有很多聚集了陕西的美食 对 您之前 您现在在陕西还是吃得惯吗 习惯了 您都品尝过哪些陕西的小吃呢 有羊肉泡沫 还有凉面 烤肉 还有 饱子 看来我们 恩典同学是一个掏客 那马林同学和安护仨先生 请问你们之前在陕西最喜欢的美食有哪些呢 第一个 在陕西这个回民街 这个在世界都很有名气 他这儿的这个吃饭很多很多 最有名气可能是这个啥 关桃宝子 关桃宝子 还有在这个阳州假墓 可是最有名气可能就是 这个啥 在这边边面 边边面 马林同学您呢 刚安护仨 安护仨跟 马林一件同学已经都提到了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羊肉泡沫 羊肉泡沫 看来你们都很爱吃面食 是因为和家乡的味道相近吗 是的 是的 对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家乡的美食吗 其实这里的 就为什么来到这个回民街咱们这吃饭嘛 因为我们一般有时候 周五来这做个礼拜后 然后就在这吃饭 为什么吃面 因为吃面之后就是咱们感觉到我们家味 所以 就是这样 对你来说陕西的面就是家味 对 刚才也听到二位的介绍 大家都是从同一个地方 陕西村来的是吗 安护仨主席 对可以请您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远在哈萨克斯坦的陕西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陕西村的人都是从陕西过来嘛 都是长安里 湾南里 西安里 它有160年历史的 离开西安刚好今年160年历 到了东亚 到了哈萨克斯坦 吉尔基斯坦 今年刚好140年里 在这些山西村的人 把在这山西的 160年以前的这些风俗 习惯 文化 全部都保留下来 包括这些是酸酸面的 这些是便室的 还有其他这个啥都保留下来 把这些是在这的映食文化 都逗到卓亚里 带到这个俄罗斯来的 这现在在这山西村的人都知道 是故乡是喜爱 喜爱有个喜盟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必须要回老家 要陪喜盟 还有一个问题是 刚才注意到 我们马林同学和恩典同学都是 从陕西村来到了西安上学 所以想请问一下马林同学 你们是什么样的契机 或者是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西安上学呢 这个首先还是得感谢一下我们安主席 因为他是第一个人去带我们 哈萨克山的 包括就是哈萨克族 跟我们东干族 来到中国上学 所以第一也是我们的老家 能够到国外就看一下 我们是祖先是在哪住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 恩典同学您也一样是吗 是因为安主席的支持 是的 是的 就是我今年来中国的时候 就是安主席来支持的 除非除了我 他还帮助了几千几万人 我们那边的陕西村的 所以 安主席可以听到您对我们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两国的文化交流 做出了很大贡献 可以请您再简单介绍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愿意支持各国的学生 愿意支持我们陕西村的孩子 来到西安读书呢 这二十多年里 从来五千到六千学生 是东亚的 哈萨克斯坦的 大量是在去陕西村 在陕西村有三千多孩子 我们来都 到西安都通过留学 在这儿上大学 一个是这个是西安在这儿故乡 再也知道是西安 也是一个在这儿 四十四季期间 也是通过这个文化修夺 也是通过这个交易装饰 也最关键对这儿 山西村的人这是啥 这是在这儿故乡的 原来这些是老一辈人 一辈六十年都是通过西安来的嘛 就以为这个中国现在也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现在也发展得很厉害 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国家 在这孩子们来中国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来里把自己的母语都学好 第二个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哲学 把自己的历史 把自己的文化 第三个他把汉语学好 把短语学好 他也有了机会发展的 好 谢谢安主席 感谢您为两国文化做出的贡献 现在我和恩殿已经走到了 我们城墙的南侧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条我们正对的街向南直走 东侧是我们著名的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个你知道吧 这个博物馆知道 博物馆去过几次 去过博物馆 您对博物馆有什么样的印象 最深刻的一些 可能是对那些古代的那些 保留下来的那些东西 比如说那些盘子 或者那些造型的 用土里面就是一个 慢慢慢慢地挖出来的那些 你知道吗 就是文物是吧 对 我觉得能保留的这个年代 真的说明就是 历史这个东西越来越发达 马林同学 你有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吗 我当时第一年去中国的时候 然后就学校带王去过 但是因为语言不通 所以对很多东西还不太了解 但是回来之后还查了一些资料 就感觉挺有意思 对 那可以问一下 您对陕西的文物 有哪些深刻的印象吗 就是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文物 有哪些 还是感觉就是 因为西安也算是中国的第一个首都 而且历史比较丰富 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冰马泳的一些东西 就感觉很神奇 您是什么时候去的冰马泳呢 您是什么时候去的冰马泳呢 这个是第二年 第二年 来到西安的第二年 对 您是不是也去过冰马泳 对 那是在16年的时候 16年的时候那年 已经很久了 对 6年时间了 现在对冰马泳还有记忆吗 记得可能是就有一点点 一点点 对 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第一次看到冰马泳 第一次那时候来你说 汉语不是特别好 第一个感觉就是 哎呀那些东西 咱们也不了解嘛 但是后来才发现 那些东西有几千年的历史 到今天那时 属于是两千年的历史 所以 觉得会不会觉得很震撼 就之前没有见到过 对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附近 再往西走 往那个方向走 那边就是我们的大雁塔 和大唐布业城 这个你应该印象深刻吧 大家知道 但是主要是那个街 还不是特别清楚 大雁塔去过 您当时去大雁塔 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主要是晚上去的 就是也在那边看一下 那晚上的风景 美食啥之类的还有 然后那边还有各种的 悄悄啥啥的 说的是街头的表演是吗 对 街头的表演 还有看到了很多那些 穿那些 不是去跑 那是 汉服是不是 对 我觉得那些 那个汉服特别好看 就是你很喜欢 我们汉族的传统服饰 对 因为这些就是传下来的嘛 也有几年的历史 所以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 都是有关西安的历史文化 但是相信大家在西安待了这么久 也可以看出来 西安不仅仅只有古朴的一面 我们面前的高楼大厦 也可以展现出这座城市 现代化的气息 西安安主席和满林同学 现在都不在西安 恩典同学 你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介绍一下 他们看不见的西安现在的变化 这两年的变化就是最大的可能就是在从西安前到咸阳这个交通比较方便 现在不是有机器嘛 这是第一 第二现在在西安和咸阳那边就建立了很多的那些大厦大的楼 这能看出来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达 大概就这样 有时候也挺想家的 嗯 所以 像今天给安虎赛叔叔聊天和给马林先生聊天 挺开心的 真的 看见他们心里面特别开心 看到家人 对 家人一样 好 谢谢几位的分享 谢谢安虎赛先生和马林同学在线上的参与互动 也感谢你们今天和我们一起以特别的方式游览了西安 嗯 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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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